嗨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來讀書 用讀書增加你的知識寶藏 今天題目三萬就退休 也修了自己 投資與生活的真正平衡 投資之前要知道事情 五個投資的靈魂拷問 盤點支付讀書心得二 作者喜歡的工作到80歲吧 金錢脈絡的三個步驟 我覺得書上提到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它其實分成三個步驟 告訴你怎麼樣子去釐清你自己的金錢脈絡 第一個就是你要先了解 自己對金錢焦慮到底有哪些部分 你為什麼會焦慮 你在金錢上面遇到了什麼困難 那這些點有哪些 你可能要用紙筆把它寫下來 第二個就是你要去了解 自己的投資偏好跟消費習慣 第三個步驟是要有行動 你想要怎麼去改變 也就是你的Action 你的Action Plan到底有哪些 其實我覺得這個步驟 大概你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 就是什麼 看見問題 知道問題是什麼 找到方法 就一句話把它解釋完畢 其實我覺得金錢察覺真的很困難 為什麼 有些人就是投資麻瓜 對於這種財務上的東西 理財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要叫他察覺自己 看到自己的財務困難點在哪 根本就太難了 覺知是學習的開始 覺察是改變自己的開始 真的是很困難的事情 後來我有一個心得 因為我們之前有 一集節目在講投資麻瓜 如果你有訂電子報的朋友 有寫過一篇文章叫投資麻瓜 後來我的心得是什麼 把別人還給別人做好自己就好 你能改變的是只有自己 因為有時候啊 我們會看到別的朋友 他可能在投資上面 沒有任何起步 也看不到任何成果 因為你沒起步怎麼會有成果 然後我在看看自己的投資賬戶的時候 我在看看他這麼辛苦的工作 然後我就會在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勸導他 早點啟蒙 早點做投資 後來我就想想 算了 把別人還給別人 因為我沒有辦法改變別人 我只能做好自己 做著喜歡的工作到80歲吧 其實我覺得書裡面提到說 規劃退休生活 不如做著喜歡的工作到80歲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好 當然大家能不能活到80歲不知道 祝大家長命百歲 我覺得這一點很好 其實我認為 退休是一種心理狀態 當然你要說財務獨立 他也是一種退休的狀態 但我認為其實退休這件事情 還是著重在心靈上面 你要在財務上面 財務獨立 當然也是一個重點 不然我們幹嘛這麼認真 投資理財對吧 通常已經到了退休年紀的時候 通常是財務無語 但是不代表你心裡 已經正在退休了 這並不是等號的事情 你心裡面已經正在退休 還是講你的財務無語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書裡面有提到說 有一個套鼓勵 30歲退休的少年股神 被動收入達到3萬元 就毅然離職 最後得憂鬱症 我覺得蠻好笑的 你被動收入就達到3萬 就毅然離職 然後就可以退休 覺得自己可以退休了 每個月有3萬就可以退休 就代表說 你要放棄掉很多的物質生活 你要放棄掉很多的人生目標 我們人生雖然不是很長 但是有很多事想做 你想要休息等進棺材了 你可以休息到永遠 只是我覺得有必要 你就是拿了3萬 就要準備躺平了 就不想做事 其實人生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難道你不需要resource去奮鬥嗎 不然你就是resource 你有這些東西 你才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或是你想要改變你的家庭 你改變這個社會 為這個社會進一份心力 這都需要錢嗎 你不需要未來搞 為了未來考量嗎 也許你未來需要長照 這些都要錢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會想說 我有個3萬 我可能就要退休 我就想 其實你要3萬塊退休 這個事情有這麼難達到嗎 其實搞不好 你有長期收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你自己去聽著這些內容 搞不好你早就超過這個3萬了 你當你達到一個現金流的水準水平了之後 你可能會想的是更多層次的事情 想要的太多就沒有辦法馬上財務獨立 其實你想要財務獨立這件事情很簡單 它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你的income變多 第二個層面就是你想要的變更少 這就是一個重點 如果你心靈上可以馬上過著半退休的生活 比如說你有很多東西你不會再追求了 你不會再想要了 你覺得我這樣就好 我人生到30幾歲這樣子的水平 剛剛那個故事30幾歲 就到這個階段這個水平就好 物質生活就到這裡就好了 那當然就很容易退休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追求心靈上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到老 那其實你現在也可以去做 比如說像我啦 我喜歡分享投資理財的東西 研究的東西 那我已經在做 這也是我退休之後 我一想要繼續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本來就是興趣嘛 跟你各位打電動一樣 可以說看電影之類的 就是一種興趣 投資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投資之前 有一些需要知道的是 這本書裡面寫的還不錯 大家可以去看看 裡面有提到說 沒有不良的負債 祖父他認為說 利用這種槓桿 比如說你用借款的利率 去創造更高的財富 看似聰明卻是不智的做法 但我覺得他裡面提到重點是在於 你必須要先了解 自己的消費習慣跟財務情況 再來做投資 這一點其實說的還蠻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假設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 生活習慣跟消費習慣 那其實你是沒辦法做下一步的理財投資的 要有足夠安心的 預備金跟投資 必須要事前有什麼 knowledge 你要有財務的知識 這個是你在投資之前必要做的功課 比如說你想要買股票 那股票的本金你當然還是要有 或是你要慢慢存 還有是買股票這件事情 他並不是說 你買了就會賺錢 哪有這麼好事 那大家都大富翁 並沒有這樣 你還是要去了解去學習 在即使是買股票這件事 他還是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 裡面提到的這些內容 其實還蠻有道理的 這就是金錢察覺的一些方法 其實還是蠻有效的 我認為啦 其實人是需要進步的 如果說 當你有足夠認知的時候 你利用槓桿的操作 它並不是壞事 它是比較激進的做法 沒有錯 但是背後要獲得是 你人生的時間 時間的 這個我們講嘛 金錢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利率嘛 利息嘛 金錢的價值就是利率 就是你用利率來換取 這個錢的時間 這樣講不知道 聽不聽得懂 你拿到這筆錢 它是有時間的價值的 而你付出的利息 利率 就是它的成本 那你利用這樣子的槓桿操作 來獲得你自己的人生時間 它並不是壞事 但是你必須要 正確認知的方式 跟投資體驗 你才有辦法去運用工具 所以有很多人 很有意思 他就很想說 我趕快來開槓桿 來做投資 問題是你心理還沒準備好啊 你的知識還沒準備好啊 然後你就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當然就是 很容易就失敗了 5個 投資的靈魂拷問 我覺得這一頁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這裡面有提到說 5個投資的靈魂拷問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投資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第二個 你對自己的資產 負債跟現金流 能掌握清楚嗎 第三個 你覺得每年多少報酬 我對你來說是 理想的 第四個 總資產下跌多少百分比 你不會感到懶憂 然後還可以睡著 那最後 你每天願意花多少時間 關注投資部位 我覺得這五題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我就要來share我自己的 服輸心得嘛 投資的意義對我來說是什麼 我認為投資 它是一輩子的事情 那 它的意義在於說 改善退休後的生活 很重要 這一點是改善退休生活 不是告訴你財富自由 退休的金錢生活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並不是追求財富自由 而是能夠改善退休生活 這樣有了解嗎 很多人 你要做投資理財分享 每個都跟你講 你要追求財富自由 早點投資 早點財富自由 講難聽的 每個人的氣泡點就不一樣 你要怎麼讓大家 每個人都財富自由 哪有這麼理想 可以改善退休生活 就已經不錯了 因為每個人其實都要退休 那我認為改善自己的退休生活 不是說讓我完全財務獨立 而是讓我的退休好一點點 改善一些些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對自己的資產負債 跟現金運流 可不可以掌握清楚 當然是可以掌握的嘛 這是很清楚的掌握 每個月都在記帳 才能夠掌握不了嘛 常常計算這些投資部位 每年多少報酬 我認為RY 在5%以上就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總資產的下跌多少百分比 比較不會感到擔憂 我認為總資產 可以接受的範圍 大概是到30% 當然我也不會說百分之百的資金全部都投資 所以30%是認為 我自己認為比較OK的狀態 那當然這個%數的部分 未來會不會因為 自己的認知提升之後 而有所改變 這也是有可能的 我只是說當下目前 我認為大概30% 是我認為比較OK的狀態 每個每天 大概會願意花多少時間關注投資部位 我想可能是一小時之內 甚至半小時 因為哪那麼多時間 研究一大堆投資理財的內容 我研究的內容就是 你現在正在聽的東西 對吧 所以沒有那麼多時間研究東西 所以我所關注的東西 就是我所分享給大家的 了解的內容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 下次再見